我們都要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要了解神創造我們的命定 我們的identity MyID這間公司的高級面膜 定期的使用 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面膜 這個特殊的配方 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瘡、皺紋、青春痘、粉刺 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設立這家 高檔的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 對於人口販賣者的 惡行的警覺性 和對於受害者實質的幫助 這些受害者如果沒有被及時的 醫治、幫助 重新回到社會正常生活的話 他們將會是 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或是誰 像定時炸彈一樣 隨時都會爆炸 當你在MyID打Live購買時 使用折扣碼 AI 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 全部都會拿去幫助這些 被摧殘中的兒童 也有部分會來幫助 AI News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現在使用AI News的折扣碼 還送價值25元的眼磨 臉對於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 特別是女人 當一個女人有漂亮的臉蛋的時候 她的自信、生活、體驗 甚至拍照的數量都會提升 也會有勇氣去跟不正義的事情對抗 這個世界有很多智障跟神經病的喪心病狂 認為支持墮胎是在支持正義 為什麼呢? 到底為什麼? 墮胎跟正義到底有什麼關係? 答案就是 支持墮胎是個反對種族歧視的行動 如果你支持生命 如果你尊重生命 你其實就是一個種族歧視 就算墮胎真的非法了 會讓更多的黑人生命存活下來 黑人的人口會成長 會讓黑人有更多機會 會讓更多的黑人有權利 這些都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想幫助黑人的話 你就是種族歧視 2017年,一個研究發現 只有39%的黑人 能夠支援生命運動 那是只剩下$10或少的價錢 所以我請問你 如何這個法律的法律 會影響黑人的黑人 在你的州,西州? 好,這個法律的法律 對抗法律的法律 是醫療的法律 根本是非法律的法律 而他們是一部分 更多的政治規則 是為了歧視 基於歧視 和歧視 和歧視 制裁的力量 和保障人的身體 所以保障的法律 是重要的 在生命運動 甚至更嚴重 在國內 有限制的法律 像西州和西州 首先我想来这边先提一个题外的话 就是你看那些左派的人 特别是那些支持堕胎的那些心理变态 有的时候真的是内心的邪恶 会彰显在他们的外表上 这是一个很令人讶异的一件事情 目前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来 就是中文就是说 向游新生这个说法是否符合科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像游新生这个说法好像是从佛教的某个经书里面来的 但是我对这个还蛮有兴趣的 如果有某个科学家可以出一本书 一个研究是关于为什么 内心邪恶丑陋的人长得都这么丑的研究的话 我会很愿意去读那本书 可以出一个科学研究报告说 为什么支持堕胎的那些女人都长得这么丑 为什么想杀婴儿那些人都长得这么恶心 just to put that out there anyway 刚刚那一段就是你常常听到支持堕胎的人 常常在说的东西 他们就是丢一堆听起来好像很大很厉害的字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他说 abortion restrictions are medically unnecessary 中文翻译就是堕胎限制在医学层面是没有必要的 什么意思啊 好吧如果说你是一个支持堕胎的心理变态 要完全忽略女人肚子里是一条生命的话 是一个人命的话 就算你这样子说没有必要 好像也没办法解释他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说胎儿是生命 生命是要被强制结束在肚子里面分尸 但是他的脑子要被打碎 然后用吸管吸出来 这样子的手术的话 这就是一个医学层面的东西不是吗 然后这个秃头又丑陋的女人 接下来就说堕胎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是种族歧视 Michelle I want to stick with you on this because this whole notion that you know women should have children and just you know let the kids get adopted well that's not always a safe route particularly for black and brown kids black kids do not get adopted often there are we have stats on it there are often kids who stay in the system for a long time when you look at the stats of who gets adopted it is disproportionately white children there are currently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in the foster care system who are just being shuttled through so when people say that's a right what would be your response that's a better path for women what would be your response I'm all for adoption don't get me wrong but just like your stats right there 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 there is no rush to adopt black babies or brown babies let's be clear about that just like there is no rush by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anti-abortion terrorists and lawmakers in protec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life of black and brown children and black and brow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and black and brow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首先他说 人们领养黑人的小孩的几率比较低 所以我们就干脆把他们全部杀掉就好啦 你听了没有错 他们要维护堕胎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被领养的几率比较低 所以干脆杀了就没事了 杀死黑人的婴儿 就是一个比较不种族歧视的做法 有一部分的种族在领养界比较不受欢迎 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啊 我承认小孩在领养中心长大 没有父母要领养他们 很令人难过 没错 但是这就表示他们干脆死一死就好了吗 是这个样子吗 这就是爱 这就是包容 我了解很多左派脑残说的 小孩如果不在健全的家庭长大 没有爱的家庭长大的话 他们成功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如果那个小孩被屠杀了 他们成功的几率就是零 他们生活的几率就是零 还有你刚看到MSNBC发的那些统计数字 上面说 哪一个种族被领养的比例比较高 但是他们没有放上去的是 那些没有被领养的小孩的年龄 因为这是一个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数字 婴儿不会走路不会说话 无辜的可爱的婴儿 被领养的比例是100% 不只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wait list 你要排队才能领养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通常都要等好几年 比较难被领养的都是那些 6岁以上的小孩 那些父母可能是吸毒 可能进监狱 可能死了 那样年纪的小孩 比较不容易被领养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下一个重点 反对堕胎的人都是恐怖分子 呃 现在 反对堕胎的组织的办公室被丢汽油弹 他们跑到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停止聚会 一堆人聚集在教会门口抗议 做出一些猥亵的行为 他们跑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家门口叫嚣 但是我们这些反对堕胎的人才是恐怖分子 Amy you just heard Michelle refer to the anti-abortionists as terrorists and she has a point because the quote-unquote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pro-life they achieve this through violence when you look through the I remember I'm old enough to remember that in the 80s anti-abortion protesters began bombing clinics threatening doctors by 1990 a thousand abortion doctors had quit 84% counties nationwide had no abortion clinic you are an abortion provider what does this ruling mean for you? so Michelle is right and I'm thankful to be here Tiffany this morning with both Michelle and Nancy there is violence and it is terrorism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recognize that it is Christian extremism that is at the root of the shame and the stigma that allows laws like this to pass that allows justices like this to be confirmed and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feelings and beliefs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and loves somebody who's needed an abortion in their lifetime this is not how any of us want people who need our compassion and our dignified care to be treated at any point in time there's no way that half of the country should lose access to safe abortion care because of a law like this it's time for people to speak up and it's been time for people to speak up and our clinics and all the independent clinics I know across the country are trying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to stay open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welcome as many people for compassionate care as we can so I want to stick with you for a second Amy because once this ruling becomes public and becomes essentially they kick it back to the states some people think you know this ruling will happen and you won't be able to get an abortion tomorrow that's not necessarily true they're saying this is a states' right issue 他們說反對墮胎的恐怖分子 你有看到他們剛準備的那些新聞畫面嗎 他們應該是要放很多就是墮胎診所被攻擊啊 Planned Parenthood被攻擊的照片或者是影片 結果他們只放了一堆反墮胎的人 拿著一堆牌在那邊站著而已 這樣就是恐怖攻擊 這樣子這些人就是恐怖分子 那些人是站在別人家門口嗎 那些人是站在墮胎診所前面嗎 他們是去最高法院的法官家門口抗議嗎 沒有哦 那些人看起來哦 至少上面看起來 是合法的在合法集會上面哦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在公共場所和平的集會抗議 是被憲法保護的哦 事實上就是我們的社會有一群人 跟剛剛看到那位 Abortion Provider 墮胎服務人員 他們的工作就是 每天上班打卡 殺嬰兒殺一整天 然後下班回家 他們有在害怕嗎 他們生命有被威脅嗎 沒有耶 他們還上MSNBC說 我就是在搞墮胎 我要繼續殺嬰兒 他們回家不用擔心任何事情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威脅 恐嚇都是左派在做的事情 是他們自己在做的事情 這些威脅的情況 OK 我們下班的官員